使用MainLab程式开启程式码之后 MotionAnalysisUi.m这个导案之后 只要简单去执行它 Ether是按下这个执行的键 或是按下你键盘上F5的Function键 执行完之后我们会看到两个视窗跳出来 原则上左边是包含了一个 显示这个记录的FileCount 这些随时间变化的轨迹图 下面两个则是单纯显示关于Hill 左脚的Hill跟Toe 以及右脚的Hill跟Toe 这个Marker在ZPosition上的随时间变化 那这边是一个档案输入的一个界面 包含了Inport的这个 从FileCount记录下来的原始档案 以及包含了去编辑这个如果有数个档案 要RemoveClearAll的一个方式 那甚至我们也提供了一个 就是你可以存取一个Dataset 当你输入了比如说10个档案之后 你可以用SaveDataset的方式 将整个档案的一个处理资讯给处存下来 也或者是在下一次分析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LoadDataset的方式 将这10笔的资料再重新的 很直接的一个Load进来 右边这个FileClear是我们的一个分析结果的一个视窗 包含了一个两个关节面投影轴的一个位移情况 以及这个我们下面有一个切换 这边可以切换到这个关于显示逆Angle 在左脚跟右脚 两个脚这个逆在YD上的一个Angle 以及它的一个微分过后的速度 Angular Velocity 以及在二次微分之后的Angular Acceleration 加速度的一个情况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input一笔Data来试试看 按下input之后 按照我们这个实验Data的设计 实际上会将这个所有的Marker点 透过两个FileClear的一个RAWData档案来做一个输出 所以依序我们需要读取第一个档案以及第二个档案 现在程式指示你先读取第一个档案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读取的是一个Walking Second Child的这一个档案 我们先读取它的第一个档案 再来它程式会要求你读取第二个档案的时候 我们再点选同样第二次的Walking 但是我们选择它第二笔档案 程式会显示出一个Waiting Bot 表示它在读取的一个过程 等到读取完成之后呢 这个Waiting Bot跑完 就会显示出我们这个Data读取进来的一个结果 好 读取完毕后 程式会 程式会要请你为这一个 读件的答案来做一个命名 那会建议各位其实是使用一个 受试者的名称放在前面 比如说Patient1或Subject1 加上他的比如说Walking01或Walking02这样的一个编码 那举个例子来说 假设现在是这个Patient6 Patient6然后我们是一个Walking第二次的一个情况 好 那你输入完成后 就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是几个关节的 这个FICOM关节点 所记录下来的一个位置 那下面是我们这个左右角的一个Hill跟Toe的一个显示情况 那我们可以按下一个Analysis 它就会进行我们这边所说的一个 关节面上同一点的一个轨迹分布 按下这个Analysis完之后 你就可以按下这个Display 我们可以看到这程式会自动播放这个整个 关节点所记录下来的位置 那接下来我们也可以来Define一下 我们这个感兴趣分析的一个区段 假设我们现在针对一个Stand Face来说 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左脚跟右脚 它们下方各自有一个DefineStand Face的这个Button 按下去之后就可以做一个 手动的一个Define区段的一个动作 那存在在分析轨迹的过程中 就会 Define好你所Define的这个区段来做一个分析 那我们在Define的过程中 除了可以直接单纯像这样子 透过这个我们按下之后 会变成十字游标 去Define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看的是这个Hill Strike 一直到这一次的这个Toe Off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样就是我们Define出来的一个区段 同样的右脚我们也可以去Define 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区段 好 那在Define的过程中 除了我们单纯去看这个Hill或Toe的一个ZPosition的一个轨迹图之外 我们其实也可以去同时将这个左脚逆的Angle给放进来 能有助于让我们了解说到底在站立过程中 就是Stand Face的过程中 是不是这个关节的一个Define 是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Define过程中 同样的你可以在勾选或关闭这个功能之后 我们可以再来做一个Define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我们刚所Define的过程中 其实它这个这个 这个关节上面的一个YDefine的一个变化量 其实并没有太大 好 所以我们这一次可能就选到 OK 选到这个关节面出现一个很大变化的角度的这一段 好 那同样的这边我们也可以做类似的动作 好 Define完之后呢 你可以直接再按下一次Display 或者先按下Analysis之后再按这个Display 都可以 好 分析完之后它就自动执行这个Display播放的动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在这个播放的过程中 一旦进入这个Standface 程式就会自动的显示出这个一个轨迹的分布图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计算的方式呢 实际上是在计算 计算这个两个关节面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定义的这个Marker 其实包含了这个Need的上关节面 Femoral的这个关节面 以及下面这个TBR的关节面 这两个关节面的一个由 这个TBR的直星投影到这个上面Femoral的这个直星 所得到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稍微放大来看一下 好 假设我们再把刚刚这个 这个时间点我们拉回这个Standface的过程中 好 各位现在就会看到说这个 这个关节面的这个投影点 由这个下面这个下关节面蓝色的这个直星 投影到上面这个关节面这个 这个投影点 我们会用来去计算它的一个位移量 跟它一开始的Initial的位置 来做一个位移量的计算 那我们在右边这边所显示出来的 这个就是一个随着时间变化的一个轨迹图 好 我们再播放一次来看看 右脚 左脚 好 那 这个轴向其实是显示出说 这个 Y轴向的一个变化 就是一个 从 左手边是 左手边就是左手 右手边就是右手 所以对于左脚来说 左边就是它的一个Lateral side 那右边就是它的一个Medial side 那反过来对于这个右脚来说 左边是它的一个Medial side 那右边是它的一个Lateral side 那 这个 我们这个轴向呈现出来 是一个Posterior到Anterior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运动轨迹过程中 在刚刚的一个过程 它其实在开始之后 它是 做这样的一个运动方式 好 那右脚其实是一样的 从Posterior Lateral 再 位移到这个 Anterior Medial的一个位置 好 那下面这四张图则是 就是分别将这个位置量 我们区分为Medial到Lateral 以及Posterior到Anterior 这两个不同的方向 分别来计算它的一个位置的最大量 我们是取一个绝对词 就是 呃 无关乎它的一个正负值 我们是看单纯在这整个 这个我们所定义的Stamp S的过程中 它一个最大位置量发生在哪里 那程式在这个 这个Medial到Lateral 这一个位置量上 会以一个红色圈圈 来代表它的一个极端直发生的位置 那数值会呈现在这个地方上 同样的在这个Posterior到Anterior上 我们也会以一个 这个时间轴的方式来呈现 那一样以绝对值的方式来 来举出最大值 那我们先看到这个发生位置 会以这个粉红色的这个圈圈来代表它 一样它的这个极端的发生点跟这个数值都是 呈现在它上面这一个文字上面 那特别要注意的 我们这边所使用的时间轴 都是一个Normalize过后的一个时间轴 在整个 在整个Stamp Phase过程中 我们其实是将这个Stamp Phase 开始的时间点定义为0点 那我们将整段长度Normalize到 就是0跟1之间 好 那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所谓 在极值发生在-5.1012 那是发生在0.71186这个时间点 意思就是说 这个我们其实在整个Stamp Phase 大概71%的一个 这个时间段落上 得到一个位量 在Medial到Lateral这个方向上的一个 位量有一个最大值 好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说 11上这个Figure2也提供了 这个Neigh Angle的一个呈现结果 结果呈现 那我们这边就会看到说 这个是一个Neigh Angle Information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POP UP Menu来做一个切换 那我们现在做一次Display动作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一样右脚进入到Stamp Phase之后 这边会有一个分析结果 一样左脚进来之后 也会有它的一个分析结果 那同样的 我们会将这个 包含三个分量 Angle Angular Velocity Angular Acceleration 都各自将它在整个Stamp Phase里面 发生这个最大以及最小值 我们是同时Record两个点 最大以及最小值 最大值是用红色表示 最小值是用这个粉红色来表示 所以这个并没有取一个绝对值 而是以它正过来判定它的最大最小值 好 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都会 将这个集值发生的这个数值 以及这个时间点 通通通都这个 print在它的这一个title的位置上 那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轨迹图 其实在最上方 会同时将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 Projection Translation 这个最大值小值都Record上来 比如说刚刚所提到这个 在这个手段上的最大红色点 其实发生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也会把它print出来 那这个是 在这个方向上的一个集值 我们是放在这里 也会把它print出来 那同样的 我们会将这个 转换为Distance方式 刚刚是以单一个轴向的一个位移量 那现在我们是一个 相较于初始圆点的一个Distance 等于说它是 X 跟Y 两个分量的一个 加装起来的Distance 那会input 那 会print在这个title的位置上 好 那现在我们试着在 input的第二批Data 比如说这次我们是 以一个这个 side step的一个方式 这样一个Data来input进来 比如说一个 呃 往下走楼梯的一个方式 我们先 一样input它的第一个档案 以及我们再input它的第二个档案 同样都是01 但是第二个档案 一样等程式input完之后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 相关的一些数据 呈现在这个画面上 好 一样我们先按照要求 它是同一个 同一个病人的资料 那这个是 踩楼梯的 可能是踩楼梯的 好 踩楼梯的第一个strap 那这个进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OK这个 我们可以来重新 define一下 这个stamp face 所发生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一样看到 这上面是 它的一个 meat angle的一个情况 那假设 我们现在只是针对 这个所谓 从这个tall strike 一直到tall off 这一段时期 一样 我们去定义好 左脚跟右脚 好 假设我们define好 这两个时期 一样 那我们看一下 它在重新做一次 这个 数值上的一个分析 所以一样 这个现在是 显示出一个 projection point 一个translation的一个情况 以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knee angle angular velocity angular acceleration 出来的一个结果 好 所以 按照同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其实可以 input数比data进来 那如果是 input到不要的data 我们可以点选它之后 按下remove 就可以将它 从这个data set里面 给移除掉 或者按下clear all 可以将所有 input进来的data 都清除掉 那 在我们这个 往后陆续加入 这个实验data之后 都会建议各位 其实在input data之后 你可以做一个save data set的动作 那我们可以把它存成 比如说 是一个 我们现在是一个 暂时的data set 好 那未来 我们就可以 不需要每一次 都一笔一笔 input 只需要去load data set 我们来试试看 像如果我们现在 重新执行程式 那实际上 你就可以透过 这个load data set的一个方式 直接去读取 我们刚所储存下来的 这一笔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刚刚我们所记录下来的 一个分析结果 其实都已经储存在 这个data set里面 好 那最后程式 其实还提供了 一个 数值输出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其实可以 点选我们现在想要 输出的这个 trial 比如说walking 我们可以单纯的 按下一个export 那程式很快 就会将我们 这个 计算好的一个数值 给自动输出到 这个当下的一个资料夹 那原则上 它会输出到 你所放置这个 motion analysis ui.m 这个档案的位置 所以目前我是放在这个 dropbox的这个 这个ry 资料夹底下 所以我们打开这个 资料夹来看一下 我们就看刚刚 同样的一个档名 就是我们trial的名称 称作为patient6 底线walk02 那这边也会出现 一个一模一样的 一个excel档案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打开来看 那这个档案里面 其实就是分别存下 这个左脚资讯 跟右脚资讯 那这个左脚 就是分别代表 这个从0到1 我们说这个是以一个 novis过后的timescale 你看 那分别的储存 它这个在x方向上的变量 y方向上的变量 以及这个discent 就是两个平方升 加开根号之后的结果 以及在stampface里面 这个我们说 逆angle 逆angular velocity 逆angular acceleration 逆angular acceleration 出来的一个数字 这边左边结果 这边是右边的结果 那同样的 在这个二维的轨迹图上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 这个figure2里面 我们其实也都会去计算说 到底这一些 在整个stampface里面 这个分布的轨迹图 在这四个向线里面 所谓四个向线就是指 所谓的 anterior medial 对于左脚来说 anterior medial anterior lateral posterior lateral 以及posterior medial 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对于右脚来说 也会依序输出 这四个向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四个向线 我们会去count 到底这个分布的 这些轨迹点 这个在整个stampface里面 所占有的比例 在四个向线的情况 是怎么样 展示实际上 也会将它这个数值 直接输出在这个figure上面 用红色字来表示 所以放在四个角度 就分别代表 四个向线里 所占有的一个百分比 好 那最后程式除了提供这个 代理数值的输出之外 其实也提供了一个 exploit all的一个功能 所以 当你按下exploit all的功能的时候 程式会自动将 这个file list里面 所有的trial 自动做一个 excel file的一个输出 我们可以按下去试试看 好 很快的程式将两个trial都跳完 所以 我们再回到刚刚的资料夹 除了刚刚我们所看到这个 pation6 work02 的excel file之外 我们也看到这个pation6 step01 这个excel file 所以这大概是整个程式 一个操作方式